经过八年等待 青年重建 位于世贸中心遗址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如今落成对外开放 馆内展出两万多张照片 一万多件遗物 向民众讲述那个不曾被遗忘的事件 缅怀逝去的生命 911事件的受难者家属 在5月15日举办的911纪念馆监目仪式 成为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第一批游客 美国总统欧巴马也到场监目表达追思 这座911纪念博物馆 建在世贸大楼原址 位于巨型纪念水池之下 深入地下七层 它包括两个核心斩区 缅怀区与历史区 位于原双子塔南塔的缅怀区 主要用来缅怀在911事件中的 2983名死难者 出了两万张照片 一分多钟的生平故事 参观者也可以听到死难者亲友们 为他们录制的最后话语 而另一个展区 人们在这个展区可以看到一万多件现场遗物 包括救护员警的头盔 纽约消防队制服 面目全非的消防车 救护车 以及扭曲的钢筋 这条方筋是一位年仅24岁的 归尔斯克罗泽所带的 他在世贸南楼的78层 抢救了十多条人命之后 不幸遇难 这座纪念博物馆 在5月21日正式与公众见面 承认票价为24美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